安波澳洲篮球联赛快信 打之際,我们将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关于这个赛季的NBL 2020-2021赛季NBL基本赛制,同上季一样,今季NBL同样有9支球队参赛,其中8队为澳洲本土球队,另一队就在来自纽西兰的破坏者 由2009-10赛季以来,NBL常规赛一直原用每队,赛28场来决出季后赛资格归属,而今季将会加入澳洲杯蓝球赛的成绩 最终排名前4球队将进入季后赛 季后赛分为准决赛同决赛两个阶段,最终获胜者将问鼎2020-2021赛季NBL总冠军 澳洲杯蓝球赛诞生 特别的赛季当然要有特别的举动,NBL于去年年底宣布首届澳洲杯蓝球赛正式诞生,号称NBL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蓝球成会将在2月20日举行 届时9支NBL球队将齐聚勿以本集中作赛合计进行36场比赛,最终捧起首届澳洲杯蓝球赛冠军奖杯的球队将获得30万美元的奖金 而每队在这项赛事的战绩亦会计入2020-2021赛季NBL当中 之所以成立澳洲杯蓝球赛,NBL的意图是集中作赛减少球员感染新冠的风险 同时受新冠疫情的影响,额外的比赛亦将能够为各支球队带来急需的收入 传奇球星引退精彩能否依旧 过去两年,NBL最大牌球星飞前NBA藏元保格特,Andrew Bogart,莫属,效力悉黄帝首个赛季 其勇奪最有价值球员和最佳防守球员两大个人奖项 上季则顺利带队闯入总决赛,可惜总比分1比2打不过帕斯野猫遗憾失贯 由于年纪占大且2020年两度进行手术,保格特于去年12月宣布退役 2020-2021赛季NBL赛场没了这位昔日NBA状元的身影 不善至是这样,帕斯野猫一代公分,达马安马田,Damian Martin 亦在去年年7月宣布退役,职业生涯6夺总冠军和埋6度当选 最佳防守球员的他堪称NBL的旗次性人物 为表将他为NBL作出的贡献,联盟决定将最佳防守球员掌杯 命名为达马安马田掌杯 以上两位球星的忍退,对NBL来讲显然是一大损失 但联盟组在2018年就未与筹谋成立了《下一位球星》的项目 邮赛期加入NBL的本土新人王祖舒杰迪 纽西兰天才后维莫夏维金和来自美国的风位摇摆人 这失都被寄予厚望,他们能否撑起NBL的一片天,我们要拭目以待 帕斯野猫冲击队史首个三年冠 帕斯野猫的存在是保格特失落NBL冠军的原因所在 尤其在过去十一年中八次入决赛六次拿总冠军 这样,他们就成为NBL首支夺冠次数最多的球队 一共十次,实力之强横有目共睹 但是,帕斯野猫就未曾实现过三年冠的状举 反而保格特前东加色尼皇帝是NBL首支连续三年夺冠的球队 纽西兰破坏者亦在2011、2013年完成过这个成就 现在贵为过去两年的冠军得主 帕斯野猫迎接队史第三次冲击三年冠的机会 若想堂堂正正被人叫做豪门球队 这支十冠王在2020、21赛季不容有失 你听着的在安波澳洲篮球联赛NBL快讯 留意军报道 记住订阅我们的频道 M直播有什么波看? 有英超、二甲、法甲、NBA、西甲、浦超、日积、南美自由杯、南美球会杯 你还想看什么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